我們全台灣第一次的台本會 新北市整理大學的台本會 團出為一百十四行年都開始 要停止救生 引起外界關心 學生甚至是發起人數 表達反對 今天會不會兩點 好好調開學部會議 要討論這個議題 學生也在學校本堂 表達他們的心聲和立場 最新的總統請代理大記者 魯頌竹在整理大學現場連帥 跟大家說明 現場這就是整理大學 台本會之前團出說 要停止救生的消息 台灣學生在網路上發起網路連續反對 抗議後方都沒有尊重 勞書跟學生的意見和觀念 因為如果台本會要收集起來 這樣對台灣文學 台灣文化 和台灣意識的團成是非常大傷害 今天會不會後方要調開學部會議 可能會決定台本會的未來 學生也出來發團團 願望大家可以做回來收聽 其中一位學部會議代表 他是好有後方應該要停止救生 還是要學朋友的作法對我講清楚 這不是說停辦 是要把主管政策做最好的發揮 再輸用 你能夠提供更好的教育品質 這是我們現在大方向 在這個教育的骨子中間 我們學部會議代表表是說 不是要把台本會停辦 是為了要做更好的主管政策運用 如果目前的連數是已經到275的人 包括他已經把創作者在頭皮 主要心 還有創作者 都有在網路公開什麼 台本會 連後 學生是煩惱說 如果准說台本會真的要收到 還是說要合併 這樣強行也會影響到 希望大家聚會來關心 以上是記者 盧修如 林俏海 在現場的彩虹布特 再來把時間交給主播